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范斯 对哈里斯竞选团队将他和特朗普标签未怪异的回应 范斯认为这个标签是由在学校被欺负的社交媒体实习生创造的 以此来打击他和特朗普的形象 他在FullSend播客中笑着反驳 并强调他只会继续做自己,无视这些攻击 范斯还指出这些攻击方式似乎是中学社交场景的延续 无法引起大多数美国人的共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充满竞争和激烈攻防的美国政坛 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辞和策略 这些策略有时会让人感到困惑 甚至是荒诞不惊 最近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在一次运用了这种策略,试图将他的竞争对手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范斯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标签位怪异 这一行为引来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J.D.范斯对此并未感到惊讶 并在最近的FullSend播客中分享了他的看法 他笑着表示 这个标签可能源自于哈里斯竞选团队的 在学校被欺负的社交媒体实习生 他说 我当然知道卡玛拉竞选团队想称我为怪异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他们经过焦点小组研究后推给我们的 我是一个相当正常的人 我有妻子和孩子 我喜欢闲暇时看足球 我关心这些事情 是因为我关心这个国家 这位俄亥俄州参议员的幽默和直白让人忍俊不禁 但他接下来的推测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他认为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有一些24岁左右的社交媒体实习生运营 而这些人在学校时可能曾经被欺负 现在决定在政治竞选中延续这种行为 范斯说 我的最佳猜测 这只是完全的猜测 是他的竞选活动 有很多24岁的社交媒体实习生运营 这些人可能在学校被欺负过 所以现在他们决定要做同样的事情 他们将中学社交场景的态度带入竞选活动 我只是觉得大多数美国人不会买账或在乎 JD范斯的一番言论表明 他并不打算在这场怪异风波中屈服 他表示 我的态度是 我只会做我自己 如果他们想攻击我 无论他们要攻击我 什么都可以 你只需要坚持下去 做你自己的事情 自从范斯成为唐纳德 特朗普的竞选伙伴后 这位共和党参议员 就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互联网上对他的攻击和嘲讽 层出不穷 许多他过去的言论 也被重新挖出并大肆炒作 有一次 他曾称唐纳德 特朗普位 美国的希特勒 这一言论 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在一次集会上 范斯甚至调侃说 他喜欢喝建议山路汽水 会被民主党人标签为 种族主义 这些言论 无疑让他成为了 公众关注的焦点 也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和争议 另一边 卡玛拉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也不遗余力地攻击特朗普和范斯 试图通过怪异这个标签 来削弱他们的支持率 根据CNN的数据 范斯目前拥有自 1980年代以来 任何副总统候选人 在党代会后的最低支持率 净负支持率为6点 然而 唐纳德 特朗普并不打算坐以待毙 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 劳拉 英格拉汉姆采访时 他以自己的典型风格 进行了反击 他说 简直怪异 你知道谁简直怪异吗 他简直怪异 他是一个怪异的人 看看他的过去 看看他做了什么 这场怪异风波 无疑为美国政坛 增添了不少戏剧性和荒诞感 相比于传统的政策辩论 和立场对峙 这种人身攻击 和标签化的策略 似乎更能吸引媒体 和公众的目光 然而 这种策略 是否真的能达到 预期的效果 还有待观察 在这场风波的背后 是一群年轻的 社交媒体实习生 他们或许曾经 在学校遭受过欺凌 现在却站在了 政治的舞台上 他们的行为 无疑反映了 某种程度的社会现实 和心理状态 也让人们对当前的政治文化 和选举策略 有了更多的思考 最后 无论是范斯的幽默应对 还是特朗普的猛烈反击 都显示出 他们对这场竞选的重视 和应对方式 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 来面对这种攻击 但目的都是希望 能够在选民心中 树立自己的形象 赢得更多的支持 这场怪异风波 究竟会如何发展 将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吸引人们的关注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场风波 无疑为美国的政治时 增添了一笔色彩斑斓的篇章 请大家继续收看 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近日 J.D.范斯在接受 FullSend播客访谈时提到 哈里斯竞选团队 试图将他和唐纳德 特朗普标签为怪异 范斯对此进行了一番 有些不寻常的解释 范斯认为 这个标签可能是由 在学校被欺负的 社交媒体实习生创造的 他认为 这些实习生 可能将他们 在学校遭遇的 社交压力和态度 带入了竞选活动 范斯认为 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 过着有妻子和孩子的生活 闲暇时喜欢看足球 并表示 他关心这些事情 是因为他关心国家 他在节目中继续表示 这些社交媒体实习生 可能在学校时 曾经被欺负过 因此 他们现在在竞选活动中 采取类似的态度 来攻击他人 他还坚持认为 大多数美国人 不会在乎这样的攻击 也不会被这些标签所左右 这一相对无害的怪异标签 在哈里斯竞选活动中 被频繁使用 并成为他们攻击范斯 和特朗普的主要手段之一 范斯则表示 他只会坚持做自己 不会被这些攻击所影响 自上个月 成为特朗普的竞选伙伴以来 这位俄亥俄州参议员 一直受到网络用户的骚扰 越来越多 他过去的可疑言论浮出水面 比如 他过去曾称特朗普位 美国的希特勒 这些言论 在他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后 被重新挖出 引发了不少争议 此外 范斯在一次集会上表示 他喜欢喝见一山路汽水 结果被民主党人 标签为种族主义 这一事件 也引起了一些关注 根据CNN的数据 范斯目前拥有自 1980年代以来 任何副总统候选人 在党代会后的最低支持率 竞付支持率为6点 这一数据 反映了他在民众中的 受欢迎程度相对较低 对于怪异这一标签 特朗普也进行了反击 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 特朗普称 哈里斯才是怪异 并指他是一个 怪异的人 要求人们看看他的过去 和他所做的事情 尽管怪异这一标签 看似无害 但在竞选活动中 被频繁使用 显示出政治攻击手段的 多样性和创意性 范斯和特朗普 都选择了公开反击 这一标签 试图将攻击回击给对方 这场标签攻击战 在媒体和公众中 引起了广泛关注 也反映出 美国政治竞选中 言辞攻击的激烈程度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试图把杰蒂范斯 和特朗普标签为怪异 这无疑是一种 剑走偏锋的策略 这就像拿着一把盾刀 去砍大树 终究是伤不到皮肤的 你看看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怎么能这么天真 以为用小学生的斗嘴方式 就能扳倒对手 这完全是低估了选民的智商 低估选民的智商 拜托 楚天书 你想想看 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们 在过去几年里 做的那些事情 谁能预料到 他们会这么怪异 比如说 喝见一山漏汽水 居然被说成是种族主义 这让人怎么不觉得 这个人有点怪异 再说 这年头选举哪儿还靠智商 靠的是谁能更吸引注意力 谁能成为话题中心 这么说来 你是觉得怪异这个标签 能帮哈里斯赢选票了 拜托 怪异这个词听起来 就像是高中生吵架使用的 完全不具备实质性的攻击力 回顾美国历史 真正让选民动容的是 那些能够提出实质政策 解决社会问题的候选人 比如富兰克林 罗斯福的新政 而不是靠这种 小打小闹的口水战 你举罗斯福的例子很好 但那是1930年代的事了 现代政治更像是娱乐圈 大家都在看热闹 你看 怪异这个词 已经引起了多大的讨论 让大家都在谈论 范斯和特朗普 这就像一部烂片 但票房高的吓人 只要能吸引关注 谁管你用什么词 再说 这是反映了选民 对他们行为的真实感受 这也是一种名义啊 如果政治真变成了娱乐圈 那真是国家的悲哀 选民需要的是方向和领导力 而不是谁能说出 更吸引人的脱口秀 就像当年约翰·肯尼迪在冷战期间的睿智演讲 给美国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应该专注于提出具体政策 为国家带来变革 而不是浪费时间 在这些没营养的标签上 啊 楚天书 你还活在思维博物馆里呢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 选民的注意力只有八秒钟 你还在期待一场睿智演讲 能够改变现状 选举已经不是谁的政策好 而是谁能更好的操纵媒体 怪异这个标签或许不具备深度 但它简单 一针见血 正好击中了范斯和特朗普 那些古怪行为的核心 这是一种策略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好 大家来听听今天的爆料故事吧 这次我们要聊聊 美国政治圈的搞笑剧情 有关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D.范斯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卡玛拉 哈里斯之间的互动 现在 范斯可不高兴了 因为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最近用怪异这个标签来形容 他和他的竞选伙伴唐纳德 特朗普 范斯在一次Falls &播客中笑着说 这些怪异的攻击 其实是由一些在学校被欺负的 社交媒体实习声稿出来的 范斯认为这群年轻人 把在校园里的那套欺负与被欺负的心态 带进了政治竞选战场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他说 自己是一个平常的美国人 有妻子有孩子 闲暇时喜欢看足球 只因为他关心这个国家 所以参与竞选 这让我们看到了范斯试图展示的 亲民和真诚一面 但也让我们不惊想 这么简单的形象能否真的反击对手的攻势 接着 范斯继续展示他的幽默感 他说 我的最佳猜测 这只是完全的猜测 是他的竞选活动 有很多24岁的社交媒体实习声运营 这些人可能在学校被欺负过 所以现在他们决定要做同样的事情 这句话真是让人忍俊不惊 但也透露出一种无奈 范斯寄望大多数美国人 不会被这种中学式的攻击手法迷惑 他相信选民能看穿这些小聪明 然而 直率的范斯在面对攻击时 也保持了坚定的立场 他表示自己只会做自己 不会因为攻击而改变 这样的态度或许能赢得一些选民的共鸣 但能否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取得优势 仍是未知数 说起来 从范斯成为特朗普的竞选伙伴后 他就一直处于风口浪尖 网络上的骚扰和过去的争议言论不断浮现 这让他颇感头疼 尤其是那篇标题为JD范斯 没有与沙发发生性关系的文章 更是引发了一片嘲笑 后来美联社不得不撤回文章 但这一事件也给范斯带来了不少麻烦 根据CNN的数据 范斯目前拥有自1980年代以来 任何副总统候选人在党代会后的最低支持率 净负支持率为-6点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反观特朗普 他对怪异这个标签的反击则显得更具戏剧性 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时 他直言不讳地称哈里斯才是怪异的那个人 并让人们看看他的过去 看看他做了什么 这样的反击也是典型的特朗普风格 总结一下 这场政治闹剧让我们看到了美国选战中充满戏剧性的一面 无论是范斯的幽默回应 还是特朗普的强势反击 都让这场竞选变得生动有趣 然而 最后谁能赢得选民的心 还是要看谁能在这场怪异战争中胜出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鲜有趣的剧情吧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